Hello大家好,我是Fiona 新年快到了,情人节快到了 今天这个妆容呢就跟你们一起来get ready with me 来一起边画边聊 看一下我今天脸上现在这个妆是怎么化的 就是长辈看了也都会比较喜欢 比较喜庆,然后也不会太过于 妖艳的这样一个妆容 还会再来跟你们一起 卷我的头发,我头发的颜色是 钢铁侠帮我染的,就是他帮我染的 然后我们是德国 开架,就是施华靠买的 然后我现在头上 就是他最近帮我染的这个色号 就是这个色号,8745 DM买大概就三欧多 两欧多的一个染发膏 然后头发的卷呢就是拿纸板夹 你们看下去就知道了 头发呢,第一步 就是先涂发油 今天我们就来这个 边聊边画 现在来上一个primer TOOFACE的HAND OVER的primer 不含SPF的 哦,是这样子的 淡淡的那个椰子味 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今天呢 我这两天都没有什么心思拍视频 为什么呢 我呀,这两天 就是之前看完那个狼牙榜 风起长林 后来那个肖瓶金不就是发展的特别好 还看过建国大业 那里呢,我就看到那个素玉将军 我就觉得,哎哟,这个小将军很可爱 就那种很朝气风波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素玉就是刘浩然然的 就蛮保湿的 保湿,然后不会很黏 还是蛮清透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粉底 用这个Sharlotte Tubery的Magic Foundation 我的色号是4号 这个色号对我来讲是非常合适的 大概是我现在手上的 现有的粉底液里面 色号最合适的一个颜色 完全不会偏白 我跟你讲 这大概是我二月份 应该是我的最爱 就是最喜欢用的一款粉底液 它这个是雾面的一个妆感 我每一次上这个粉底液 刚刚上完都觉得 还好,就没有什么感觉 刚刚上完它既没有很高的遮瑕 也没有说什么很明显的光泽什么的 就是一个很乏善可陈 不攻不过的粉底液 给你这样一个感觉 它粉是非常细的 它就是会上完以后 慢慢大概在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你皮肤本身的油脂啊 光泽啊什么的 它会慢慢变充盈 整个妆效就越变越好看 它和我的脖子 没有说什么太明显的色差 非常干净 自然贴合皮肤 很素颜裸妆的一个妆效 而且它会随着时间 和你的皮肤融合的越来越好 持妆度也很好 反正我很喜欢这个粉底液 遮瑕我这个月 一直在用这罐NAS的 真的是名不虚传 非常省用量 用起来也很方便 然后我看 萧萍金的时候 我到后面就很喜欢萧萍金 我最感动的是 那个时候萧萍金 在北京的时候打仗 就是他不是违抗圣旨 然后就是一定要去打那一场仗嘛 回来了以后 他的父王没有怪他 就是说 父王为你骄傲 然后父兄都为你很骄傲 然后他不就是那种 要哭不哭 很憋屈的 然后就 姐姐看的真的是泪流满面 他们那个什么官方微博的粉丝群 好难进啊 换遮瑕是这样 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这块 essence的透明蜜粉 然后用这个黛默的新陈系列的这把散刷 它本身是羊毛 所以毛非常细 然后沾粉很均匀 它是纯雾面的 和我的那个底妆也很配 它真的是很有效的可以提升你的那个持妆度 眉毛我用的是colourpop的这个极细眉笔 这支也不会结块啊什么的 之后呢 用这个kiss me的染眉膏 你看这边这个就浅了很多眉 好我今天想用这一盘 新买的nas的2018的新款吧 叫wanted 这一盘 这个样子的颜色 这边有比较自然的大地色系 然后这里有几个比较闪片 它的显色都是比较适中的 就不是说像这种亮片色 一下子就很闪很闪 或者很深很深的颜色 哦这盘漂亮啊 哦这个亮闪很好看 它是那种很细碎的闪 然后碎片会散开的那种 用眼部的打底膏 Mac的 叫soft ochre 自从我买了以后我就一直有在用 我觉得很好用 先拿这个颜色 打底膏 最好的我们以后就真的是中毒 完全的中毒 哦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晕染眼皮的颜色 这个颜色还蛮显身的嘛 这个颜色很好晕 把小一点的晕染刷 深一点的一个咖啡色 画两个球 比刚才的范围要小一点 这样一个香槟浅一点的颜色 画在前面 拿一把小一点的刷子 挑一个大一点的亮片 再沾一个稍微深一点的咖啡色 画眼尾 再带到下眼瞼一点点 一点点这个红色 它所有的颜色给我感觉都很好用 很温和 没有哪个颜色很突兀 眼线我用这一支 Luv L-O-V 没有E 新买的 它是双头的 一头是这样粗的 然后有点斜角的 是这样细头的 好黑啊 好好滑 它非常长 然后你拿起来画很舒服 它不是说细的特别夸张 而且是因为眼线比嘛 所以你可以很自然的画出这种有点韵的这个效果 然后等睫毛半干不干 快要干的时候 把上面这一点点这种有点苍蝇腿的地方 拿手拔掉 这样你的睫毛的最尾端 才不会有任何很粗的那种苍蝇腿的地方 口红今天我想涂这个MAC的Chili 是这样子一个铁锈红色 然后呢是雾面的 超级显白 我腮红想用一个非常浅的这样一个肉粉色 NATS的Sex Appeal 超浅的 这样一个淡淡的一个粉色 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 很浅浅的这种粉红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 今天高光修容盘我们用这一盘 Charlotte Tuberi的 我还没有用过 我第一次用 你们卷一下我的头发 我头发是用这个GHD的 现在这个纸板加卷的 这个纸板加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我觉得它加热特别快 差不多20秒到30秒就好了 那是很简单 就是让我出教程 我都不好意思出教程那一种 怎么出教程太简单了 你们看了就知道了 好这个嘟嘟嘟就算好了 就是这样一戳 到了发尾的地方 画一个这样的C 加头发超级快的 你们现在看就知道了 后面毛 像我今天刚喜欢头发比较毛一点 你就可以加的再高一点 然后这样 就这样有一个弯度就好了 一般我就左边四下 然后右边头发多一点 右边五六下 就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左边 这就是卷过的 就会比较有光泽 然后你发尾这样加过 会稍微有一点弹性 增加发量 然后又比较蓬松的感觉 给你们看一眼 我是怎么卷的就好了 就这样一个小好的C1 你看就好了 有点塌的那种地方 你就拿一片头发 是这样 竖的这样拿一片 然后这样加起来 往上 这样有一个弧度的这样 像这样的碎毛 拿发有一点点不能太多 在手上 然后这样 你不能一下的这样按下去 这样头发就塌掉了 你要慢慢的去抓 上面的几根这样的碎毛 上面这个头发也一样 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戴这个耳钉 它像四周散射 然后最外面 有一点点的钻 再给你们看另外一对 长这样 薄度厚度 我觉得做的都是刚好 不会说很重 很拉你耳垂的那种 走的是那种 比较大气复古优雅的路线 所有的材质是14k16k 镀金 所以材质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还有一对我觉得很数一数二漂亮的是这一对 它是两边不同的不规则 一边像是月亮 一边像是太阳圆形的 这样子的两个 然后在另外一边它就是这样子 它会随着你的耳朵 像一个耳夹一样的 这样垂上去 然后上面有个很小的珍珠 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新年情人节妆 就是比较简单大气 然后群众接受度都会比较高的一个妆容 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记告诉我那个刘浩然的那个官方粉丝微博群到底怎么加 那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彩蛋彩蛋就是抽象呀 DW他们的新年特款 去年我就很想要到这个红色的大红色的表带 然后我收到以后呢 我觉得实物比他们官网上的大红色要稍微颜色再深一点 它更偏一个红棕的 我跟你们看 这个是它最普通的棕色表带的一个颜色棕色嘛 然后这个是它的新年大红色 这次参与抽奖的方式非常简单 第一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第二评论告诉我 20189年你在哪里过大年 我会在2月20大年初五抽一位送出新年限量版大红色表带的DW男款 那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过年好 哦 仔细的瞧 慢慢的看 有位小姐